首先的话,那么我们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午学的一些新东西啊 我们上午的话实际上就是学了关于这个啊 这个元素的盒子的关于Market方面的一些东西是吧 Market啊 那么元素的话,这个Market的设置的话,它有一些技巧是吧 有一些技巧可以是吧 帮我们做一些布局的一些效果啊 首先的话,Market有两个技巧 一个是什么呢 Market可以做什么呢 这个水平方向的Market可以设置什么呢 设置O2是吧 O2的话,特别是什么呢 如果说一个盒子啊 它的左右设置O2的话可以什么呢 这个盒子可以相对于它的负极啊 我们做的那个水平局中是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整体的页面吧 那么如果说这个盒子相对于放在另外一个盒子里面 那么这个盒子的话是相对于它的负极啊 就是另外,比如说一个大盒子,一个小盒子 是不是这样的啊 都可以啊 那么相对于它的负极的话是什么 是水平局中的,是吧 那么可以在这个水平方向,是吧 设置O2 那么的话,这个重方向啊 上下方向是不能用O2的啊 这是一个技巧啊 设置O2的这个技巧可以做水平局中啊 另外一个技巧的话,marking除了这个,它的这个值除了可以设正值之外,还可以设负值是吧 负值的话相当于像相反的方向运动,是不是这样的啊 像相反的方向运动的话,我们针对这个负值的话,那么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做什么,这个边线合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负值,是吧 边线合并啊 好,这是关于marking的两个使用技巧啊 那么的话,marking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什么很怪异的地方,就是首先第一个是什么 关于marking的这个垂直的marking啊 垂直的marking它怎么样呢 它会什么,合并,是吧 那么当我们两个垂直的marking相遇的时候,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marking最终是等于什么呢 marking中的较大值,是吧 那么最终合并成一个值,是较大的那个值 那么这个marking的垂直的合并的话是什么呢 是这个,据说是W3C它自己什么呢 故意这么设置的啊 那么它这么设置的话是为了什么呢 实现一种效果,实现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做这种布局,是吧 这种布局呢,我们希望 这个四个段落,什么呢 这个段落距离上面和最后一个段落距离下面 以及每个段落之间 它们的这个间距的话,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相等的话,是吧 那么我们就设一个marking top,是吧 和marking bottom,把marking top和marking bottom 设成一样就可以了,是吧 marking top和marking bottom设成一样的话 第一个段落的上面和下面一个段落的下面 这个,那么这个两个是一样的,是吧 这两个是相等的 那么中间的既有marking top还有marking bottom的话 是吧,它们就合并了 合并成什么呢 合并成一样的,是吧 合并成一个 那么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段的上下 每一个段落的上下的这个间距都是相等的 可以实现这种效果,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使用我们的marking的合并 使用marking的这个垂直的边距的合并 那么的话,如果说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这种合并,是吧 有时候不需要这种合并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我们 只设置一边的外边距 实际开发中也经常这么做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整体布局的时候 比如说一块一块的做,是吧 我们每次做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我们只设置当前块与上面的块之间的间距 就是说我们只设置marking top 当前块的marking bottom我们不设置 是吧,我们不设置 那么当前块的下面一块 距离它的距离呢 距离当前块的距离呢 下面这一块 我们就设下一块它的marking top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是吧 没有这个marking的合并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 按照第二个技巧去避免这种合并 那么的话,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元素的话是浮动或者定位的话 那么就没有这个垂直边距的合并了 那么后面大家会看到的 浮动和定位是另外的什么呢 布局的技巧 这是关于这个marking的合并 接着我们说的是什么 关于marking top的这个塌陷 是吧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什么fug 是吧 什么是塌陷呢 就是说我们两个盒子 内部的盒子的话 就是内部的盒子 如果设置marking top的话 这个marking top会传到什么呢 传到负极上面去 是吧 比如说里面这个盒子 外面这个盒子 里面这个盒子 设置marking top的话 会传到外面这个盒子上面去 导致这个里面这个盒子marking top失效 那么的话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同样有三种解决方法 是吧 第一种的话 如果外部的盒子 本身就有边框的话 那么这个bug就出不来 就没有这个bug 是吧 如果有边框的话就出不来 就是说有时候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 如果刚好我们做了这个盒子 它刚好有个边框 那么就可以屏蔽掉这种什么 这种bug 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个盒子 没有边框 没有边框 就会出现这个bug 是吧 属于这个bug之后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那么第二种方法 就是可以什么 设置这个 外面这个盒子 外面这个盒子 设置overflow hidden 是吧 overflow hidden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了什么呢 就是 溢出 是吧 元素溢出的时候 把溢出的内容什么呢 把它隐藏 是吧 但是的话 这个东西是做隐藏的 元素溢出隐藏的 但是它怎么样 设置这个属性可以 什么 帮我们解决这个bug 是不是这样的 解决这个bug 好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是什么呢 这个使用伪元素类 这个使用这个类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 在写的详细点 是什么呢 外部的盒子 使用什么 伪元素类 是吧 外面的盒子 记得是外部的盒子 使用伪元素类 那么使用类的话 它的这个原理 实际上是用了什么 伪元素类的 before 是吧 before的话 是相对于在盒子的 里面塞一个东西 是吧 通过样式 塞一个东西 塞的是这个content 是什么 塞一个什么 空的字符串 是吧 然后的话 把这个空字符串 它的display 属性设置为table 那么这种设置的话 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第一种 相当于是第一种 相当于是给元素 加边框的 实际上没有加 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呢 让它 什么呢 解决这个bug问题 是吧 这是第三种方式 就是关于Market Talk的 这个塌陷的 这三种解决方法 好 那么接着呢 我们又说到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 这个元素溢出的 这几种设置 是吧 元素溢出的 这个设置的话 那么 它主要是针对 我们的子元素 如果是超过 负元素的 尺寸的时候 是吧 那么超出的那一部分 怎么显示的问题 是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默认的这个 overflow的 它的有一个 visible的设置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是缺陷设置 是吧 就是显示 艺术的东西 是吧 那么的话 还有一个 overflow等于 hidden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隐藏 是吧 隐藏 艺术的部分 那么这个 overflow的hidden 同时还可以 还可以什么 解决什么 两个bug 是吧 一个是Market Talk 塌陷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清除浮动 这两个bug 好 那么的话 overflow 如果得scroll的话 怎么样呢 就怎么样 这个 外面这个 盒子会产生 这个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 产生这个滚动条 是吧 不管有 这个元素 是否易出的话 都会有滚动条 这个scroll 那么的话 overflow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元素 易出的话 才会有滚动条 如果没易出的话 就没有滚动条 这个是 overflow 是自动的意思 是吧 自动 显示滚动条 易出才会有滚动条 那么这是几个设置的值 那么最后一个值的话 是inherit 是什么呢 overflow inherit 是什么 继承 从负极继承 这个overflow 属性 这个的话 那么一般比较少使用 一般是我们 谁有什么属性 叫在谁上面设置 没有说 通过这个继承的方法 来设置的 好 这个就是关于 这个overflow的 这个设置方法 设置方法 这就是关于元素 易出的 一些设置值 那么这个就是大概 我们上午的 就是学的一些新内容 觉得一些新内容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再来往下面 说一些新的东西 那么的话 在说新东西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午讲到的 一个关于这个呢 一个例子 是吧 上午讲的这个例子 是讲的什么呢 这个垂直编剧的合并 是这样的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核子一和核子二 是吧 它为什么不能左右排呢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写的这两个DIV 你看 这个第二个核子 完全可以摆到 一的右边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还有大面积的空白 是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它就要上下排 是吧 大家可能会 考虑这个问题吧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问题就牵涉到 我们的这个 关于什么呢 核子的什么呢 类型的问题 核子类型的问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学这个 关于这个核子类型的 这些方面的知识 好 这两个是什么 它是什么呢 它这两个核子是什么呢 是两个DIV吧 DIV 那么DIV的话 这个核子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跨元素 属于跨元素 那么它怎么样呢 它就有这个特性 那么这种跨元素怎么样 它就是什么呢 它自己会占一行 占一行 那么其他的元素的话 怎么样 必须走行 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元素类型的一些知识 看一下 元素类型 那么我们常用的元素类型的话 实际上就三种 就三种元素类型 我们掌握这三种元素类型的话 就可以再帮助我们做一些效果 帮助我们做一些效果 那么这个是布局里面的第二块知识 是吧 第二个加塞塞塞塞里面的 是吧 核子模型 我们刚刚学完的 那么直接来学这个核子类型 是吧 核子类型 看一下 好 我们的核子类型的话 那么常用的就是什么 三种类型 第一种核子的话叫什么 块元素 块元素 那么的话 这里说的元素也叫标签 我也强调过了 元素也叫标签 那么的话 布局中常用的有三种这种元素 或者三种标签 那么的话 首先是块元素 块元素的话 那么它也叫什么呢 航元素 说法不一样 块元素也叫航元素 那么你说哪些东西是块元素 航元素呢 是吧 我是不是要记很多啊 不用记很多啊 那么常用的就这么几个啊 大家把这几个记住就行了 总共有 一二三四 十个 是吧 十一十二十三 H1到H6可以算一个吧 是吧 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大家记住这八个就行了啊 不用记那么多啊 记住这八个就可以了啊 这八个的话就是属于什么呢 块元素 那么这个块元素 它有什么特点呢 是不是啊 它有什么特点啊 那么块元素的话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第一点 它支持全部的样式 这是它的特点啊 这是全部的样式 那么你说有些难道不支持样式吗 是吧 那么我们后面说的内联元素 是支持部分样式啊 有些样式它不支持啊 我们说的块元素是支持全部的样式啊 那么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的话是 如果没有设置宽度 宽度 拨认的宽度就等于负极的宽度的百分之百 这是块元素的第二个特点啊 这个特点会经常用的啊 有时候我们不用设宽 那么它的宽度就等于什么呢 负极宽度的百分之百啊 这是块元素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啊 好 第三个特点的话就是什么呢 盒子 盒子占据一行 是吧 盒子占据一行 即使设置的宽度 是吧 即使设置的宽度啊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两个DIV是吧 这个DIV像第一个这个盒子 它的宽度就有两百吧 后面有 有很大的面积吧 那么但是的话 它即使设置了这个两百的宽度 怎么样 它也占据一行吧 占据一行之后 后面的这个盒子怎么样 只能是换行 在第二行显示吧 因为什么 这个DIV它是一个什么 快元素啊 快元素啊 好 这是关于快元素的三个特点啊 快元素三个特点啊 好 我们来加深加深一些印象啊 大家记得这三个特点 这三个特点的话 能帮大家做很多什么呢 能帮大家做一些布局的效果 而且会帮大家什么 减少这个样式的书写啊 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宽度怎么样呢 默认宽就是百分之百 是吧 我们有时候宽度可以布写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来看一下啊 来 就 这个是快元素 好 比如说我这里来一个BOX 是吧 来个BOX 这样一个DIV 那么DIV的话是快元素吧 是吧 好 快元素大家记得啊 那么就这几个标签啊 大家记下来就行了 就这么几个标签啊 好 这个快元素的话 假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给它样式是吧 好 给它样式啊 好 那么这个DIV 是不是啊 那么如果说我直接给它背景色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是吧 直接给它背景色啊 好 比如说这个DIV里面 假如来来点文字吧 假如说123啊 好 或者说这个是DIV啊 DIV元素啊 DIV元素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给它背景色 然后说给它一个background的 background的color 给它一个gold 是吧 gold啊 好 gold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IV 我宽和高都没给吧 宽和高都没给 大家看一下它是显示成什么样子 是吧 再看一下它是不是显示成什么 整整个一行吧 整个一个行吧 是吧 整个一个通栏 是不这样的啊 那么的话 看一下它整体的这个宽度 是不是等于负极宽度的百分之百啊 大概是百分之百是吧 那么有人说你这没有顶格啊 这边也没有顶格是吧 这边也没有顶格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body本身它有marking吧 是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DIV 是不是包在body里面呢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呢 把body也认为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盒子吧 body上也是一个盒子啊 这个盒子它背成怎么样 它自己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marking啊 那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这个顶格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body先设一下吧 body啊 body设一下把它的marking 把它设置为0 是不是就可以啊 设置为0啊 设置为0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盒子就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等于负极的百分之百啊 这就是快元素它的特点 是这样的啊 是它的特点啊 好 那么接着我再来写一个快 是吧 比如说是再来一个DIV是吧 或者拿一个P P标线啊 P的话也是什么 也是快元素啊 也属于快元素啊 大家记得啊 就这么几个 用几次大家就清楚了啊 这是P标线吧 也是快元素啊 好快元素 比如说这是P 元素啊 好 元素 好 这个 这个的话 我来class等于一个 box2吧 box2啊 好 这个的话我给它一个背景色 给它拿一个green 啊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标签是什么样的 是吧 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个P标签呢 是吧 它是不是它的宽度也是百分之百啊 是吧 好 它的宽度是百分之百之后 那么的话 是吧 呃 它就是什么呢 它们两个都占据一行 是吧 好 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来设置一下它们的宽和高 是不是可以啊 啊 好 莫论没设置宽和高吧 好 那么如果我设一下宽和高 假如说这个box 我设它的宽 假如说是宽啊 宽的话 给它一个300px啊 300px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我设它的宽啊 宽 假如宽的话 它有个宽也是300px是吧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吧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啊 那么的话 它们两个的宽 是不是都是300啊 啊 它们的宽 虽然都是上板怎么样 它们仍然是怎么样 占一行吧 如果说不占一行 这个p元素 是不是可以上去啊 完全可以排到它后面 完全可以 摆完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个完全可以摆到后面啊 摆到这个左边 摆到右边 是吧 它仍然怎么样 还是坚强地占据一行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坚强地占据一行啊 这个这一块 这一行就是我的 是吧 你不允许在我后面排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快元素它的特点啊 快元素的特点啊 那么就在就在几点啊 那么的话 快元素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快元素啊 快元素的话 那么我们设的样式都会 都会起作用了 是吧 假如说我再设高啊 高度假如说是 高度是200px啊 高度200啊 这里也是个高度200啊 高度200 200px 是吧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起作用的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它们的高度是不是有了啊 是吧 好 好 这是关于快元素啊 快元素就比较好理解啊 比较好理解 就是说它们 就是说大家着重的要什么 记的就是这一个啊 这一个大家要记下来啊 为什么要记下来呢 那么因为这个会帮大家减少这个样式的输入啊 有时候大家不经意的就会去设一个宽度啊 但记得有时候宽度可以不设的啊 不设它就是等于负极宽度的百分之百啊 好 那么是核子占据一行啊 这个是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是这样的 好 这是关于快元素啊 好 快元素的话 那么几个标签 我们用最多的可能就DIV了 P标签是吧 然后这个列表是吧 H标签也用的比较多啊 这个的话什么 用的可能不是太多啊 要记得有这么几个标签啊 好 这是关于快元素啊 好 快元素啊 好 那么既然有快元素的话 那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想做左右排列的目前 目前的话是 达不到啊 实现不了啊 是吧 所以说我必须有其他的方法来做这种什么呢 左右排列的这种方式吧 是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 我们必须用其他的元素啊 其他元素啊 用其他什么元素呢 今天来看一下第二种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内联元素啊 内联元素的话那么也叫什么呢 行内联元素啊 行内联元素 行内联元素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啊 布局中常用的一些标签 比如说A标签啊 A标签是干嘛的 做链接的吧 是吧 A标签啊 比如说又说这个spam标签 是这样的啊 spam标签就是我们什么 一行里面一小块内容 是吧 那么它是属于什么 行内联元素啊 这样什么 比如说EM标签 是吧 倾斜的吧 它是表示语气的强调时 是吧 语气时啊 比如说B标签 还有什么I标签 是吧 S标签啊 这些标签的话 都属于什么呢 内联元素 也叫行内元素 是吧 那么这些元素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有什么特点啊 有这些特点啊 有这些特点 它是怎么样呢 它我们看第三个特点 它是什么呢 它是并战一行的 看到没有 它是并战一行的 跟我们的块元素的话不一样 块元素 每个占一行啊 它们是什么 并战一行的 好 这是第三个特点 那么还有下个特点呢 下点就是 比如说它是支持部分样式 应该说是部分样式不支持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 它不支持 它不支持宽高 它居然不支持宽高 然后的话 它的marking的上下 它不支持 那么上下不支持 左右支持吗 它左右支持 它上下不支持 太习惯了啊 好 那么panding的上下 它也不支持 它支持 只支持左右的 只支持左右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内内元素的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它的什么 你既然不支持宽高 怎么样 它宽高是什么 有内容决定的 就内容把它撑开的 所以设置宽高 没有意义 是吧 好 那么这是盒子并战一行啊 然后代码换房的话 盒子会产生间距 这是它的奇怪的地方啊 好 那么子元素是内联的话 那么负元素可以用text line设置什么 子元素的水分定习方式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啊 这个特性的话 可能大家需要花点时间去理解啊 花点时间去理解 以及花点时间去记一下啊 那么标签的话就这么几个啊 标签不多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啊 六个标签啊 大家大概记得 这这个六标签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联元素的这些特性啊 内联元素的一些特性 好 好 内联元素的话 好存一下啊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联元素啊 那么内联元素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些内联元素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来测试啊 这样比较好看啊 比如说我拿一个 拿一个BOX是吧 拿一个BOX 好 拿个BOX的话 那么这个BOX的话 我先给它样式啊 这个BOX是一个什么 这个DIP是一个什么 快元素吧 是吧 快元素啊 好 我先给它样式啊 比如说这个BOX 它的宽角度给它一个 宽啊 宽角度给它一个500 500片个式啊 好 高度的话给它一个300啊 300PX 好 那么的话 呃 我给它一个边框是吧 Border 然后是 边框啊 边框的话 一向速实现 然后来来给它来一个黑色 是吧 同时我把这个盒子给它聚中一下啊 聚中一下 Walking 50PX啊 50PXO2 是吧 0啊 好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是这样子啊 这一个盒子是不是做好了啊 而且是聚中的吧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先测一下是吧 测一下比如说我这里面这两两个DLV是吧 这两两个DLV 它这两个DLV是什么 是什么 是快元素啊 快元素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快元素会怎么样啊 比如说Bugus下面的DLV怎么样 比如说它的宽是100啊 宽是 宽是100PX啊 好 然后高也是100PX啊 高也是100PX啊 然后给它一个marking给它来一个10啊 10PX 好 然后背景色给它来个 来个够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排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啊 那么这两个盒子很简单是吧 为什么它这么上下排啊 因为它是什么 它是快元素吧 快元素的时候 它在这个小空间里面也要一样 我们每一个什么呢 就要站一行 是不是这样子啊 每个都站一行啊 那么还是实现不了左右排 是不是这样子啊 实现不了左右排啊 好 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引出下面的内联元素 是吧 好 如果这个盒子里面放内联元素是什么一个特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三大标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我里面放内联元素 比如说我们就以什么 以这个A标线来举例 是吧 比如说A A标线是做什么呢 它是做链接的吧 是吧 假如说这个HF 我就给它一个警号吧 警号是一个默认的什么地址吧 是吧 默认的地址啊 警号 假如说这个是链接文字1 是吧 链接文字1 好 我做几个链接文字 是吧 好 这个是2 这个是3 好 那么做三个链接 是这样子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啊 这三个A在里面显示是什么效果 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大家看一下 它这三个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排成一行啊 没有 不是每个占一行吧 是吧 它就是每个排成一行啊 这是内灵元素的第几个特性呢 第三个特性吗 第三个特性 它是每个占一行啊 每个占一行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效果不是太明显吗 我们就给它一个背景色 是不是可以啊 给它每一个给个背景色啊 这个是这么写是吧 那么就是BOX下面的A标签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每个给个背景色啊 白管的Color 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go的 是不是可以啊 go的啊 好 给它一个go的之后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每一个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是有这种金色的这个背景啊 大家看一下 它们每个之间是不是有一点点小空白啊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小空白啊 小空白啊 好 小空白呢 这个是它的这个特性啊 代码换船 何止会产生间距 何止会产生间距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啊 何止会产生间距啊 好 那么一会儿的话我们再看一下 怎么解决这个间距啊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这两个是验证的啊 再来看一下这几个啊 那么的话 它是支持部分的样式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支持宽高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来设一下它的宽高啊 好 假如设一下它的这个宽啊 它的宽的话 给个300px 是吧 好 高度给个200px 这个是不是很大呢 很大啊 好 我这辛苦的设置完之后 看一下它有没有效果啊 有没有效果啊 来看一下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没效果啊 这个宽高是怎么样 完全不起作用吧 它根本就不起作用 它不认这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啊 不认这两个样式属性 这是它的特性 它特性 就是说它不认这两个特性啊 不认这两个属性啊 好 那么宽高设置是没意义的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特性啊 它不认啊 那么的话 它还有什么呢 不支持什么 MARGIN的上下 是不是这样呢 它居然不支持MARGIN的上下啊 那么MARGIN的左右 是不是支持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MARGIN 好 我上下先不写 我写 上下我写0是吧 左右我写个20PX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左右写个20的话 看一下它们这些是不是撑开了 是吧 来看一下啊 好 左右的话刷新一下 那么这是不是有啊 左右是有吧 左右是有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下 是吧 好 上下我又给一下 假設给个 现在给个100 给这么大是吧 看一下有没有 是吧 看一下有没有啊 好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 没有啊 是吧 没有啊 没有这个上下的MARGIN 看见没有 有同学说 你整个MARGIN什么 塌陷了 塌陷到上面去了 是吧 不会吧 我这个是不是有边框的啊 有边框应该不会塌陷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MARGIN TALK 是MARGIN TALK 和MARGIN TALK 没意义啊 设到上面去 没作用 没作用 这是关于这个MARGIN的上下 好 这是MARGIN的上下 不是实啊 接着再来看一下 padding啊 padding的它的也是什么呢 也是上下不是实 左右之实啊 好 padding先上下先不给 左右先给一下啊 左右假如说我给个30PX 左右给个30PX 大家看一下 我来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左右的这个MARGIN 是不是 padding是不是有了啊 看见没有 是吧 这是左右的padding吧 padding是什么 属于盒子里面的东西吧 盒子里面东西 盒子里面东西撑开之后 怎么样 盒子的背景色 是不是自动会撑开啊 所以这个背景色 是不是多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指的盒子里面的啊 大家记得 padding是盒子里面的 market是盒子外面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盒子里面的 这个padding的话 怎么样 把它的颜色撑开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 padding啊 好 padding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左右 左右有了 是吧 好 这是左右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给几个吧 假如再给一个链接 给多个链接吧 给它 给它四个 五个啊 好 五个链接啊 五个链接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如果说这个 market的上下 有的话 那么这个 应该是下面这个 会被撑开吧 是吧 没有撑开 market的没起作用 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说padding的左右 也是什么呢 起作用的 padding的上下呢 我们再来给一下啊 padding上下 如果再给一下的话 假如说给个 二十px啊 好 上下给二十px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呀 啊 这个地方实际上 是它渲染的bug 它实际上是把背景 设怎么样的 把它延伸了 是不是这样子 本质上这个padding 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起作用的话 下面一行 是不是会撑下来呀 按理来说 是撑下来吧 它实际上是什么 很机械的 把什么 把这个背景色 把它上下延伸的吧 实际上是这个padding 是不起作用的啊 padding的上下 是不起作用的 啊 它只是把背景色 它这个才是渲染的bug 是吧 按理来说 你不起作用 比如说不支持宽高 是吧 market的上下 padding的上下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把这个padding 先把它 先把它什么呢 先把它 先设为零吧 这个先设为零 设为零的话 还是好看一点 是吧 好 这样子的 好 这是关于的 这几个特性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你既然不支持宽高 怎么样 它的宽高是什么 有内容决定的 是不是这样的 他刚刚有内容决定啊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链接文字1 我把它文字再给多一点 是吧 文字再给多一点 怎么样 这个文字是不是 这个盒子1是不是会变长啊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会变长啊 因为文字多了 是不是把它撑开了 撑开了啊 好 这是它的特性 它的特性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些特性啊 这些特性 好 这是关于这整体的 这些盒子的一些特性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内容元素 还有什么特性呢 还有什么特性 就是代表换行 代表换行 盒子化产生间距 是吧 好 然后还有点是 子元素是内容元素 负元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通过Texus Line 设置子元素的 对齐方式 是不是这样的 好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再来做一个吧 再来做一个 这个另外做一个啊 另外做一个的话 什么意思呢 我们单独再做一个吧 DIV DIV class等于什么 BOX2 BOX2的话 那么放一下啊 BOX2的话 假如说我怎么样呢 我拿一个BOX2 点BOX2 BOX2的话 我它的宽的话 宽和高给一下啊 宽高给到 假如说也是500 这个的话给个100吧 100是吧 然后给它也集中一下啊 然后给它也集中一下啊 BOX2是吧 好 BOX2里面我给它一个链接 是吧 给个链接吧 BOX2里面给个链接啊 给个链接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 BOX2 啊 BOX2的话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这样子之后 那么如果说 我BOX2里面 设置一个Text Align 就可以让什么呢 让它居中啊 让它相对于这个BOX2居中啊 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Text Align Text Align 给它拿一个Center 是吧 是不是可以影响这个A啊 它 设置Text Align 可以影响这个A啊 影响这个A标签啊 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居中啊 啊 这是它的特性啊 就是说负元素是块 然后子元素是行列元素的话 负元素可以设置什么呢 这个Text Align的属性 可以影响它的子元素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什么呢 这个内内元素的一个特性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 呃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的话 大家看一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做一下这个例子啊 那么的话 代码换场什么 盒子之间会产生间距吧 盒子会产生间距啊 好 我们再来把它的再调一下啊 比如说我在padding的话 调小一点 这个是10啊 好 marking的话怎么样呢 marking先不给啊 marking先不给啊 好 marking先不给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那么上面这个盒子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子的吧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那么的话 这个间距是它无端的产生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无端产生的话 我们一般如果说想精确做的话 应该不应该让它无端产生 我们自己设多少 它就给多少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应该让它自己产生啊 那么这个效果的话 我们怎么解决了 那么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它的产生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代码换行了 有没有没有 好 第一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把这个代码写成一行啊 这么写 写成一行啊 这是一种解决方法啊 写成一行之后大家看一下啊 我是不是把换行把它去掉了是吧 好 如果是一行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没有了 是没有了 没有了 这个空白啊 这个间隙啊 这个间隙的话 那么这种解决方式怎么样 不好啊 不好啊 不太好啊 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怎么样呢 希望我们的这个代码怎么样 就是还是这个样子显示 我们希望还是能解决这个间隙的问题啊 解决间隙 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种方法啊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 将那类元素的 负元素的风的size设为0 啊 然后那类元素自身在设置风的size 啊 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如果是第二种方式解决的话 是什么呢 把这个什么 把它的风的size设为0 是吧 这是负极吧 把它的风的size设为0啊 风的size 把它设为0啊 设为0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设为0之后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没了 是不是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 因为这个里面的A啊 里面这个A继承的它的色是怎么样 它也变成0了吗 文字变成0 文字不再有空间就撑不开了 就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每层宽高 它也不支持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设 把A的这个尺寸再设一下 A的样式 把A的这个字体代价再设一下啊 把A字体代价再设一个 风的size设为一个什么呢 想说是默认的是16吧 16px啊 我再设一下啊 再设置一个16px 那么这个是什么 负极设风的size0啊 子极设风的size16啊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好 我再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间隙是不是没了 啊 好 那么这种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常用的啊 解决这个什么呢 内联元素的这个 它的间隙的方法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内联元素的一些特性啊 好 大家的话 把这个例子做一下 好吧 这个例子做一下啊